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塔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点金手联赛 点金手联赛的这个欧洲区总决赛BO5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还是液体的那里 那么这场比赛的阵容呢 Miracle是打了一个水人 KKY是打了一个花仙子 幺蛾子 Bad Control的三号为亚巴盾 马桶的是一个电棍 而且这场比赛应该是个中单电棍 两棵石树直接甩脸 这场的话是一个Miracle一号位的水人 然后加上一个GH四号位夜魔 这场比赛拿的阵容好认真啊 那么反过来Navi这边呢 是打了一个四号位的小大家 然后登地继续去打中单 那么这场比赛登地是一个中单的猫 一号位放的是Christless的一个虚空 Cynical的光法 下路呢则是放了一个General的谜团 这场比赛Liquid的这个人员的位置 都已经是回到了自己正常的一个阵容位置 这里刚一上来的也是给了一个诅咒王冠 这个花仙子一技能点的是诅咒王冠 并没有选择去点这个荆棘迷宫 或者是暗影之境 诅咒王冠这个技能在前期用来去防干可是个神技 就是在对方准备集火的时候防干可是神技 但是自己的主动进攻 这个技能基本上处在一个没什么用的状态 不知道KKY有没有专门去练过这个英雄 马桶的中单电棍 一号位的是Miracle水人 不知道这样比赛Miracle的亚伯顿准备怎么打他 最近这个比赛我们不说这个点金手啊 就是正式比赛里面来说 Miracle滑的挺严重的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真的划的挺严重 猎铁也是看对方这么认真 对吧 你这么认真打呢 我也认真打 拿了人的位置呢 还是都是正常的一个位置 这里又是赶紧转移一下自己的位置 那么这个诅咒王冠这个技能 反正前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这里往上追一会儿 给上一个平A 哎呦这个伤害真的是有点高啊 这里给上一个网 一个减甲 KKY这波感觉很危险 电棍过来吸攻击力CD有没有 那拿交一血了 交一血了 这里是背对方的小蓝将拿到一血 但是蓝猫有点危险 感觉蓝猫这个位置要被粉杀 再给一个平A杀不掉了 这个杀不掉了 攻击力还是不太够 这马桶这么拼吗 克尔达药呀 我觉得两个人都有血 这里再给一个平A 还是没杀掉 下路看一下General General手里面这个应该是别意思了 这个弱应该是别意思了 GH的这个夜魔 这波游走是成功 马桶这里身上还有56点 加的攻击力 这个想大家真的要拼吗 这样双方暂时的能够数是一个1比1 那么Navi又是率先拿到了一血 有关键说这辆比赛 Navi输出不够 这辆比赛Navi的输出是够是够 就是不太好打出来 它这个输出环境有点难 这辆比赛 要说树直是肯定够的 液体这边其实输出是真的有点低 液体这辆比赛的输出基本上全都是靠这个水 这一个点 电棍的价值主要还是在于对对方的一号位的一个站位的一个影响 这个我也是花仙子应该是打算要去杀一下光法 但是光法这里是提前套好了一个大药 看一下包围过来的是一个小拿家一级的网 一级的浪这里网住以后给一个浪 这个无光盾还是很关键 一个组织王冠定住对方两个人 那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技能 它一个价值 这些自杀了 自杀还是有点溜的 显影方灵这个地方应该是想要去追杀一下对方 这里开启自己的一个效果 但是没事也 没事也有点尴尬 这里打出来一下伤害很高 这个神父还是被对方抢了 手里边有一发组织王冠 所以是很稳 这个位置想大家肯定是死了 这里想要送也根本就不可能让你送得着也 有意思说王冠会晕住的 这也是夜魔喊了一句什么360度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我忘了那句话的 就翻译过来中文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英文不好 大家见谅 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盲狙 他的那个就是在这个说完这句话以后多长时间之内 然后有一个人头 有一个用非指向性技能去拿一个人头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里再给上一个V 往里追 给上一个平A 还是没够这个伤害 这里想大家过来想要去反杀这个夜魔 没打死 还差一下追不上 这个再想追的话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看光法的下一个大波吧 秒推一个波出来 但是秒推波是不够的 有一级的灵魂类 这个一级的灵魂类 是可以直接把这个伤害给挡下来 下路这里 Miracle居然是单杀了一波谜团 这个谜团 这种单杀应该说 谜团自己失误的可能是比较大 因为贝勒刚追到这种位置来 不过确实也没有队友过去救他 这个也确实估计可能是 迷团自己没想到的 这里给上一个网 无光盾还有一点的CD 能不能来得及 哎呦没有来得及 这里看一下这个花仙子 这个妖蛾子 这里一个破影机没有打出多少 没有开破影机吗 开了没打出多少伤害 这地方有一个组织王冠 这个组织王冠定一下 自己再往后跑 夜魔过来给上一发减速 给一个平A 这里跳过了还在追这个妖蛾子 妖蛾子最后被击杀掉以后 看一下这个虚空只有二级的一个 呃跳这个能不能来得及 这也就是下一个虚空已经好了 给上还有八秒钟 这两个人合接 一个无光盾 一个这个 迷雾缠绕不是无光盾 迷雾缠绕打上去后 成功的击杀掉了 Questless的一个虚空 这里想大家本体第一时间就被发现了 夜魔还在追 身上并没有蓝量 而且只有两个魔伴在CD当中 这里加上一个无光盾 还是强行追进来 漂亮 这波是依靠无光盾打出来的这个伤害 再加上夜魔的一个平A 收掉了对方的一个想大家 没有够的水蛇在下路呢 又开始欺负谜团的这个小谜团 说你休 休闲 休坚啊 是休坚啊 今天今天休坚啊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境界 水蛇在下路的跟蓝猫的补刀 其实差不多 两个人都是40刀 但是水蛇在下路一波单杀 这个鸡有无敌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哎 这个水蛇这波有点尴尬 有没有拉 没有拉 谜团的大呢 谜团 谜团也没舍得给大 居然 哎 这波为什么不给一个大呢 蓝猫这么多蓝量的情况下 给个大招都好 我觉得这波真的有戏的 看一下上路 虚空 哎呦 这个亚巴顿 身上有八个魔法 吃一发猫 这个迷雾缠绕很关键 这个迷雾缠绕很关键 再加上还有一个 这个荆棘迷宫 这个荆棘迷宫缠绕以后 虚空是跳不走的 它是一个缠绕效果 所有的这种位移技能 几乎都用不出来 包括水人的这个波浪形态 都用不出来 当然了水人是自己人 水人是自己人 腰鹅子要点一波订阅 液体阵容后期好蠢 液体这个阵容后期 亚巴顿 A仗 液魔 水人加电棍 这个阵容为什么后期会好蠢呢 这个阵容后期一点都不弱呀 有液魔玩客你光法 然后 看一下 继续看 继续看 这里水人过来 这个电棍 这里是开个大招 过来把对方这个野怪给抢了 Cresslast这里五级 还是没有到六 水人现在是已经到达了七级 这里这儿有一个假眼的 看见了对方这两个人的站位 这个光法 晶晶迷宫缠住两个 液魔过来 再加上一个等离子场上来给输出 打不死 这个光法居然是 伤害不太够 伤害不太够 这里蓝包飞过来 找一下这个水人 水人这波应该是凉了 需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刚才我在怀疑这上路的光法死了 我刚才在 奇怪为什么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谜团没有给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谜团的这个大招 它不单纯是一个空 你知道它不是一个悬晕类的空 需要注意 悬晕类型的空 对于水人来说 水人是可以开自己的一个转属性的 但是谜团的这个大招是不行的 它等于是附带了一个沉默效果 所以说你要如果这个水人在没有开启自己的转属性之前 直接被这个谜团的大拉住的话 它是带有沉默效果 你是转不出来属性的 这里一个增物给上 再晕一下 还能再晕一下 那这波水人并没有机会去追 中路 这个地方也是浪的飞起 然后挨了个大拨 老实 这个妖鹅子 你真是在这整妖鹅子 我跟你讲 真的是整妖鹅子 关键说 Liquid的这个阵容缺控制 Liquid的这个阵容其实在后期的时候不会缺控的 妖鹅子这个家伙 他一个人有两手控 而且他这个两手控 一个是持续性放在地上的缠绕 谁撞谁被缠 第二个是他还有一个组组王冠 这个组组王冠这个技能在后期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技能 他的CD在满级的时候只有12秒 然后他的延迟是4秒 持续时间3.5秒 这个蓝猫 这个位置被对方的妖鹅子过来得嘴了一波 光法这个大波伤害有点略高 虚空一个大赵作 先把妖鹅子弄死 看一下水人来不来 水人来不来 这个水人感觉好像是还是没有要过来的意思 电棍赶到战场 这个位置GH还在跑 但是跑不掉了 蓝猫再往上飞一下 再往上飞一下 这里还要再阻碍马脱巴曼 水人完全没有要过来的意思 看这个意思 加持 想大家开始大招 想过来留一双马脱巴曼 但是马脱巴曼这个地方跑的比较快 这个想大家开完这个大招以后 也是自己打了个漂亮 这样的水人在下路是带到对方下路一塔 那经济继续保持在全场第一 这个时候水人确实也不能参团 就是这种团战自己的人已经死光了 自己在过去已经没有什么卵用了 蓝猫这个地方是送野了 这个蓝猫是送野了吗 不是吧 我怎么觉得打野打死了呀 呗 这不是送野呀 这哪有送野的道理呀 这个时候 这被野打死了 我的天哪 你过来找一下虚空 看下虚空这个二级的跳 满级的一个被动 夜魔进来给上沉默 沉默有没有 有木有 有没有 没给上地下 但是快乐虽然是跳的好近 他跳的好近这个地方 这个萨马特也是有点凶啊 萨马特这个野怪确实是有点凶 蓝猫空到一发加速运气不错 啊不是空到一发恢复运气不错 不过这个恢复对于蓝猫来说 这跟加速效果差不多啊 比加速还要变态一些 还在奇怪 我说这不可能是送野啊 但是为什么会死呢 演戏啊 还真不是演戏 我跟你讲 他这真不是演戏 他被缠那儿了 他被缠那块以后 萨马特过去给剁了一脚 剁了一脚直接秒了 这萨马特剁脚伤害很高大那一下 现在还没有萨马特 没有萨马特能给大家看 萨马特的那个剁脚那一下 和他平A的那一下伤害 就是第一下平A的被动效果 主动吃放那个技能 是很变态很变态的两个效果 伤害非常非常之恐怖 关键来减甲啊 你不能光考虑他的伤害 他还减甲 这个时候经济方面 现在液体已经是领先了4000加 水刷现在是6600 电棍5600 蓝猫是5200 看一下妖鹅的这里 一个经济迷宫 缠住以后 夜魔过来给上一个V 哎你这个怎么还主动缠电一下呢 可以绕开大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这个里面来回穿梭的 经济迷宫的 就是中间的这个剑格设置的 正好是比这个英雄的碰撞体比较大一点 看一下夜魔在后排 看到了对方的蓝猫 而且吸引住了一个蓝猫和一个光法 这样正面没输出了 等迷团拉大招拉两个 漂亮 这里妖鹅的过来打断一下对方 诅咒王冠 还有大招的这个投掷的一个 一个恐惧效果非常6 但如果给这个临死之前 想用自己的另外一个大招 去打一些输出出来 但是没有机会 这波呢是Miracle的水人赶到战场 水人赶到战场 是完成了一波收割 直接拿到一波双杀 Miracle这波参团的一个时机 应该说还是比较拼的 因为是让他现在并不 这个赶紧开启自己的转属性 夜魔过来掩护一下 增污到时间 增污到时间 这波Miracle并没有选择去变对方的人 其实在这种时候 Miracle是可以考虑 我去你这个 这个血量啊 转的胆子其实挺大的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对方的假眼的 只不过确实 Navi这个阵容 没有能够追出这么远的人 也就是蓝猫 如果刚才能够飞出来 直接撞脸上可以秒 登陆的一塔 没能够反骨成功 Mid Control没有大 没有大 这根诅咒王冠 再往回飞一下 利用这个自己飞行的一个无敌时间 躲开了阻装王冠的这个晕 Dandy在操作上面还是比较细腻 第一件装备做的是一个汇光 第二个装备准备去出紫苑 没有做血精的意思 然后液体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呢 是率先拿到了10杀 6000的经济的优势 水人这里已经是有了蓄灵刀 有了这个林肯 下边装备出蓄灵刀 马桶的电棍是 甲腿战骨天鹰界 然后直接奔着这个A杖去做 现在都是这样 出汇光就不出血精 不要闹啊 所有在这个正式比赛当中 蓝猫都是血精汇光都做的 谜团这个时候并没有大招 光法被带走以后呢 吸着攻击力一直在追这个小达家 也得给上一个破影机 马桶万万这里再追一下 第二个瓶也打不出来了 这个小达家这个英雄 也是一个移速很快的英雄 虽然你别看他没有腿 没有腿 但是他其实移速很快 来 马猫这个地方飞我来以后呢 看一下KKY KKY这里没有扑这个迷宫 虚空这个时候手里边是有大招的 一个大招照住 小达家把大招收回来以后 先被带走了一个光法 然后没有输出 你看这个时候这个没有输出 谜团想TP回家也是没有成功 这个 哎呦 这个血影方灵在临死之间 打出来很高的输出 利用自己的大招 这里Crisis的一个虚空 感觉也是要死 最后直接被带走 看看有没有人过来 还有没有人过来收割 这正面战场四打五 都可以这么按着打了吗 这四打五都可以打成这个样子吗 这水日压根没来啊 从头到尾这边团 水日在一边刷钱刷的非常开心 这正面四打五 正在水日完全没有来 正面一个四打五 把对方打了一波四人团灭 血影方灵一换四 小哪家和这个虚空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Navi其实输出真的是够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你不好打出来 就是你虚空的技能 跟蓝猫没法配合 虚空跟谜团很好配合 呃 跟谜团和这个光法很好配合 可是蓝猫打不出输出来 输出是够 竖直上账面上怎么看怎么够 就是打不出来 液体 听说娱乐赛你想认真打 其实这场比赛 打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 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分数 现在分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Navi剩的分不多了 但是液体分数还很充足 Navi这场比赛 还有一个问题是 观众说的很准确的一点 就是吃大招CD吃的太厉害 这场比赛 而且大招CD一个比一个长 Megantro的亚巴顿这场比赛 选择的是一个相位技品 也是一个有些日子没见过的 这种出装思路了 给上一套输出 回头收你的小蜜团 杀小蜜团 中路又打起来了 这里妖蛾子给了一个 这个恐吓给的漂亮 恐吓给的漂亮啊 这一波妖蛾子 这波KKY这个恐吓 这个技能用的简直太溜了 直接把这个技能甩在狼猫脸上 狼猫一点办法都没有 直接奔着自己家就去了 然后自己的队友再上去 跟给技能给上沉默 再给上爆发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一路高地应该是没了 而且Miracle可以回头 直接去商店把自己的薰灵刀买出来 这个电棍已经是把A杖做出来了 只不过这个A杖大招好像时间快到了 但是按照液体的这个脾气 他们是不会撤的 他们这个最少最少我要拔你一个防御塔 拔了防御塔以后 如果你这个时候的还没有去 强行回来去守的一个意思 我肯定是要碰你高地的 就是这个就是液体跟其他队伍 很多队伍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中国战队如果这个换成一个牛逼 那牛逼绝对是拆分塔就走了 绝对是拆分塔就走了 结果Liquid选择是拆了对方一个远程兵以后 然后回头直接就是一波开悟 直接就是一波开悟 准备要再打第二波 那么这个时候是谜团虚空都有大招的一波 这个如果硬打的话 风险还是蛮大的其实 这里水龙是做出来自己的虚灵刀 这个应该是想秒蓝猫好像 他应该是想要找几个去秒一个人 他这根比较好秒的其实是谜团 他如果直接把谜团秒了是最好的 这一波没有上 Liquid在这里忍了 忍住了 并没有去冒险 这个隐身符没人够不吃一下吗 吃一下开着隐身符出去秒个人 很开心啊这个 感觉下一场比赛Navi好像拿不出来 他自己想要的阵容了朋友 因为现在他们真的没多少分了 这些水龙开始引刀过来 找对方光法吗 先秒光法还是秒谜团 秒谜团 秒谜团没秒掉 没秒掉 没秒掉 这个水龙的虚灵刀好像是点的 这些水龙的虚灵刀刚才点的对吗 怎么感觉好像出了一些问题 幺蛾的这个地方给上一个经济迷宫 缠一下蓝猫直接飞出去 没有中 但是Synical的光法还是死了 Synical的光法还是死了 这虚灵给的不对啊 他跟自己主目标进攻的不是同一个人啊 这个 诶 诶 Cresslast这个为什么自己莫名其妙的跳了一小线 然后还开了个疯脸 诶这个操作 诶这个我感觉好像他慌了呀 这个虚空 这波操作应该是失误了 比较明显的一次失误这是 明显这里被对方给上一个网 直接是一个无光盾截掉 然后一个波浪形态躲掉 对方能大 这个光法你是图什么 那你图什么呀 这怎么可能一个光法 这种时候能够扛得住水龙的虚灵二连啊 这伤害很高的现在 现在的水龙的虚灵二连 是1000加的一个伤害 打上来的话 给奔地的蓝猫 全水战前一波飞回去 妖鹅的 看看妖鹅在哪 妖鹅应该在后边随时准备用自己的大招去救人 但是他这个恐吓已经用完了呀 反正用精英迷宫和这个诅咒王冠去控制 那边夜魔 被灵了拉一下 但是输出不够啊 这个时候输出是真的不够了 向大家开大往上留人 水人这个地方被留住的话 只要不被对方的谜团第一时间直接拉就没事 而且他也不敢拉 这里水人过来又是直接秒了一发对方的光法 对方往一下破灵肯 电罐顶上来 回头接着拆 回头接着拆 这里开始开启自己的转属性 蓝猫还在往前怼 一个增物甩到这个水人脸上以后看一下水人这个时候是 马特曼曼这里是打了一个什么得到什么BMD BMD什么意思 哎呀血影方灵 哎这个谜团的大招 拉住两个人还可以 虚空过来锁一下CD中间还有一个电棍 这里腰额子给上一个经济迷宫 开启自己的一个这个叫做作祟 谜团这波买活 KKY直接完成一波双杀 那么这里那位打出了GG 这样的话液体在第二场比赛是 可以说打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完美的一场比赛 而且KKY的这个腰额子用的有点意思 真的有点意思 这个老夫疗发少年狂的感觉 真的是有点 打得相当相当相当的溜这场比赛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的第二场比赛结束 那么我是苍老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能够打赏一波 支持我的视频制作 行了这样比赛先给大家录到这里 我去准备挂上船 然后咱们等待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感谢各位